这个叫甲板青的 你看它又有一点点青 又有一点点红 我们俗称它甲板青青红虾 青红色的 其实这种虾的它的口感是最好的 肉质又比较嫩 比较枯弹 长得太红的那种 它就会肉老一点 有点老 清洁说 小龙虾可不是越大越好 青红虾是小龙虾发育成熟的过渡阶段 此时的虾肉含性极佳 是清洁烹制龙凤豆的不二之旋 至于这些虾是怎么捞上来的 绝对会出乎你的意料 你们这是一个什么工具 我看看 专门钓龙虾的 鸭肠是小龙虾最爱的饵料之一 把它们馋在婆罗底部 再将婆罗沉入水中 等待三五分钟 活力最好的小龙虾 就会玄味而来 有点纯 又有收获 这个鸽头大 麻辣 清蒸 蒜蓉 小龙虾的做法有很多 清洗却是大麻烦 清洁自有她清理小龙虾的独门绝技 要用那个醋 因为那个虾肚子上面那个污垢基本上都是碱性的 那个醋里面含醋酸嘛 就中和一下就更好的去除它身上的那个污垢 米醋的加入可以加速清理小龙虾表面的污垢 而接下来还要处理内里的杂质 尾部的中间半 对 把它一转 一转 一拉 是吗 对 一拉 就出来了 等完整的一条 将虾尾的中间部分旋转90度 轻轻一拉 就能拽出虾线 而接下来的步骤 则是清洁处理小龙虾的重中之重 剪的时候注意 一定一定这个不能剪大了 剪大了 把这个虾脑挑出来 但你剪大了 它那个虾黄就会跑出来 在烧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不能剪太大了 那个大小刚好够 把那个虾脑挑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刚刚就虾眼睛那里 把虾眼睛剪掉 好 对 小龙虾的黄 其实就是未产出的卵 是小龙虾鲜味的精华所在 所以虾头一定不能剪太大 防止虾黄流出 在清理虾头的过程中 只需挑出颜色较深的内脏部分即可 剪到第1234 剪到第四节 起码要剪到第四节 1234 好 剪到第四节 将虾壳剪到第四节 便于大虾入味 还能防止虾肉 竹老变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用剪到第四节